不好意思,这是慢出拆拳 请输掉 请获胜 请输掉 请输掉 请数出野鸟的数量 收录了使用Jaycon的全新锻炼 和目前为止的系列中为人熟悉的多种锻炼 脑科学专家穿导龙态博士兼修 大人的Nintendo Switch脑部锻炼 脑部的机能会随年龄增长而衰退 所以积极地用脑的习惯非常重要 可使用本作检查脑部年龄 持续锻炼 渴望提升脑部机能 右边Jaycon的这个位置 有内置的动感I-O照相机 朝向手就能读取手指的形状 使用这个机能 活动手指脑锻炼和脑年龄检查 也全新收录在本作中 按画面指示猜拳的 慢出猜拳测验 以手指回答计算问题的手指计算 即使脑里知道答案 但实际玩过后 就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也收录了把Jaycon分享 二人进行比拼的脑锻炼 比拼用最快的速度 数出小鸟的鼠野鸟 记住并回答箱子数量的 鼠箱子 也有许多把Nintendo Switch垂直放置 并使用触控笔的脑锻炼 我们实际试试看吧 记住上一刻显示照片 并回答的前刻照片 按顺序记住接连显示的记号 然后回答之前显示过的记号的 高负荷锻炼 工作记忆锻炼 选择数值最大的数字同时 跳跃跨越栏杆的 全新锻炼双重课题 锻炼过后 由完细菌扑面来放松 顾名思义 在脑年龄检查 可以测试脑部的年龄 本作搭载了全新功能 来帮助玩家每天持续地锻炼 当设定好锻炼的时间后 在睡眠模式中提醒锻炼时间的脑钟功能 收取每日锻炼成果通知的脑锻炼邮件 例如 可以自动收取 住在远方的家人的锻炼状况的邮件 锻炼的记录以排名表示 连接网络后 便可以和朋友进行比拼 定期举办的世界一同脑锻炼大会 可以在参加者中看到自己的排名 同时 还收录了其他种类的锻炼项目 要测试一下您现在的脑部年龄吗 脑科学专家穿导龙太博士兼修 大人的Nintendo Switch脑部锻炼 盒装版附送Nintendo Switch触控笔